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我是一個主題 那今天我們主題是白雪公主的現代版 好 下一個主題 那我們製作理念呢 就是我們創作的理念是想說 一開始大家都討論小時候的故事 那然後我們就想到了 就是我們童天收的經驗童話故事書 這時候最令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白雪公主 所以我們就想把這個故事改成 就是現代的版本 那這邊一些幽默工具的元素 一直演化成就是我們現在想要 表達這個故事 那這段過程我們遇到的問題 來 跟我們講 就是 就是 他們就是 就是那個 大家的意見都不一樣 所以 想要做的內容也不一樣 然後 第二個是 我們做的時候 就是 有些步驟我們做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就一直重來重做 然後說出影片的時候 有些影片就是壞掉了 然後 然後 對 還是要去重做 對 如果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那 我們能只有 學會了尊重彼此的意見嗎 那 我們採取一般人所使用的通告程度 來決定要我們哪個方向去走 所以說說我們都彼此覺得不錯 又有理想的經過了 那然後在這個影片的過程中 我們遇到的所有環境都因為指導老師的教導 同學 熱烈的方法以及文汶巴達的教學 所以我們經過一個月的時間 最後我們可能 所有困難完成的這部影片 下一頁 好 我們等一下分享一些製作的一些片段 下一頁 好 那走上這個照片呢 那 這一幕是在大致上 就是在說 就是白雪公主 以及王子 以及小巫靈 在生命裡快樂的跳著舞 那請出他們 請願人中有的眷屬 那又下角那類似的照片呢 就是 這幕的劇情就是在說 王子看到白雪公主 昏倒的時候 走過去為了 為他按摩幾秒定間 問那個小巫靈故事 事情發生的過程 那就收上白雪公主一個吻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收上一下 我們這一組 這是什麼的片段 5卡 5卡 6卡 5卡 5卡 6卡 4卡 5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